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最近这段时间 网络上却突然火了一个名为雪糕刺客的段子 什么是雪糕刺客呢 就是看着和三五块钱的雪糕包装差不多 但是当付钱时才发现 这个雪糕的价格可不像它的包装一般平平无奇 相反 它的价格高得足以让人惊掉下巴 而近来被热议的中雪糕就是典型的雪糕刺客 导致多少网友在面对它那惊人的价格时 只能无奈地控诉道 这个夏天竟然都无法实现雪糕自由了 随便吃一口都是金钱的味道 但中雪糕最近被热议的原因 不止价格高这一方面 大家还发现 中雪糕竟然能放好几个小时都不融化 网红测评时 在31度的高温下 其他雪糕都化成了一滩水 但中雪糕却微然耸立 足足一个小时都没有任何变化 哪怕是火烧 也只会被烧焦而已 根本就不会化 那么 中雪糕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添加物 又在搞什么名堂呢 很快 官方也做出说明 中雪糕中添加有卡辣椒 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伎量 每一只中雪糕大概还有0.032克 可这说破天 大家还是在下意识里认为焦等于不安全 正所谓一时激起千层浪 随之而来的 不单单是中雪糕本身充满争议 其品牌背后的黑料也陆续被网友扒出 原来 中雪糕在2019年 曾两次因为虚假宣传 受到过工商部门的处罚 第一次受到处罚 是因为中雪糕的一款雪糕在宣传时 一直号称使用特辑的红蹄作为原材料 红蹄价格昂贵 所以雪糕的定价为88元 并不奇怪 但是没多久 就被查到这款雪糕所使用的原材料 竟然是散装一级的普通蹄子 这一调查结果啪啪打脸 因为中雪糕之前一直强调 什么真材实料 绝对的稀有 但现在看来 材料稀不稀有另说 在价格方面 确实是做到了绝对的稀有了 而第二次受到处罚 是因为中雪糕的一款轻牛乳雪糕 一直号称绝对的纯牛乳 不加一滴水 但是在调查中发现 雪糕的配料表中 却明确地标注着 还有饮用水的成分 而且很多网友还发现 中雪糕在自己的网页上 介绍自己的品牌 在全球都有开发 在日本 意大利 美国等地 都有联手合作生产 然而这一切都是假的 此外 他就那个价格 你爱要不要 如此傲慢的话 竟然出自中雪糕的创始人 林盛口中 他凭着这一句话 立马将中雪糕 送上了热搜榜首 一时间 中雪糕处在了风口浪尖上 受到了万千网友的声讨 即便之后澄清这段视频 是媒体的恶意剪辑 但真相已经无人在意 一开始 中雪糕定位高端雪糕正式出道 对于自己的价格 为何如此之贵 中雪糕处处强调 自己所用的原料是纯天然的 而且不添加任何色素 不添加任何糖分 低糖低脂 特别适合减肥人士 这一宣传语 巧妙地抓住了年轻女孩们的心思 受到了大批女孩子的青睐 而中雪糕的第一款 厄瓜多尔粉赞雪糕 虽然售价66元 但它的宣传语 还是刺激到了不少年轻的女性 在某个购物节 不到15个小时 就被一抢而空 中雪糕也凭借此款雪糕 一炮而红 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 雪糕界的霸主哈根达斯 成为了销售量第一的品牌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 雪糕一般都是一两块 三五块 最高也不会超过十块 但中雪糕的出现 打破了传统价格 硬生生将国产雪糕的价格 提高了好几倍 此外 中雪糕因为已经有了 66元的产品先例 所以它的主力产品 都定价在十几元 这样的价格 很多网友都表示可以接受 毕竟是一个高端品牌的雪糕 价格自然要比普通雪糕的价格贵 而这其实是中雪糕的一种 潜移默化的营销手段 让大家慢慢接受它的价格 接受它就是雪糕界爱马仕的地位 然而即便是如此高端的品牌 也难没有翻车的时候 随着声讨中雪糕的呼声 越来越高 对于中雪糕不容易化的特性 网友们也纷纷展开实验 包括用打火机烧 放在油锅里炸等等 无一例外 全都没有变形 更没有化掉 因此有网友调侃到 看来建筑材料都得从中雪糕进货了 这耐高温的特性属实有点厉害 关于添加的卡拉椒 还有网友表示 没啥不安全的 我们做鞋底的也用这个胶 虽然调侃起来轻松愉快 但一时间还是人心惶惶 大家对雪糕刺客的不满 也顺势达到了巅峰 还有一些正经的评论表示 并没有吃到什么与众不同的味道 唯一不同的味道就是金钱的味道 吃一口下去 好几块钱没了 也有专业人士测评过中雪糕的成本 发现根本不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 成本需要40元 再贵的雪糕 它的成本最多也就是七八块 那为什么中雪糕会声称自己的成本很高呢 中雪糕的成本到底高在了哪里 原来中雪糕的成本并没有高在原材料上 而是高在了推广方面 中雪糕为什么火爆 那是因为在推广方面投入了大把大把的资金 胡天盖地的广告 使得中雪糕人尽皆知 这些当然算在了中雪糕的成本里 像是邀请各大网络平台的网红和明星推广 自然需要一大笔推广费 还有入住各大地区的美食公众号 以及小红书的种草文案等 这些都需要投入大笔的资金 如果这样算的话 那中雪糕的成本确实不便宜 但是凭什么要消费者去买单呢 消费者花160元 买一只原材料不超过10块的雪糕 又亏不亏呢 160元能够买16只普通雪糕 甚至能买160根老冰棍 这些雪糕难道不好吃吗 唯一比不上中雪糕的地方 自然就是知名度了 而且网红效应也是比不上中雪糕的 当你吃一只普通雪糕拍照发朋友圈 可能会无人问津 但是当你吃一只中雪糕拍照发朋友圈 却必定会引起朋友圈的一通热议 而中雪糕就是这样 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才会硬生生打造出一个 可以让网友满足羞荣心 满足自豪感的雪糕品牌 但是它真的值吗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买一只中雪糕就是交一次智商税 不得不说 这个网友是十分清醒的 说出来的话也是一争见钱 中雪糕确实火爆了一把 但是网红产品的道路 真的能够走得长远吗 通过目前的各种反馈来看 很多人跑到超市里面 都不敢在那些像中雪糕一样的雪糕刺客了 生怕被刺一下 先前有博主表示 虽然卖这么贵的价格 但是它的品质确实是不错 只是必须要明白一点 当你靠一个东西挤家的时候 到最后很容易被这个东西反噬 就比方说 你靠话题营销 然后来炒作自己爆红 那话题有一天 也可能会伤到这个品牌本身 就像很多流量明星 他是靠流量做起来的 到最后很可能会被流量给搞垮 不过 有的消费者觉得太贵了 吃不起 有的却觉得 你没钱 你就是穷鬼 其实这两种看法 都不能说对 也不能说错 毕竟所占的角度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商品的定价 并不完全遵循 经济学的基础规律 也就是 商品的价格 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 因为很多商品的确有溢价 价格虚高等情况 而且如果所有商品 都基于经济学基本规律的话 那营销这件事将毫无意义 所以说 基于营销这一点来说 它也不算贵 但每个人的经济基础又不同 所以买什么价格 吃什么品牌的血糕 还是要落实到个人的选择上 只要我们保持自己认为的理性 理智的选择 该吃什么样的血糕就好 人生在世 不过为了那 碎银几粮 但也正是这几两岁银 可解万般忧愁 近些年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直播这个行业 也是越来越火 这自然也吸引了很多人 想借此寻个赚钱的门路 这里面有直播打游戏的 也有直播唱歌跳舞的 还有直播户外的 可以说是只要在法律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基本能播的都播了 除了传播媒介的不同 其本质上和街头卖艺 并没有什么区别 街头卖艺是靠 观众捧个前场 现在则是靠观众给个打赏 但卖艺赚钱的速度还是太慢 于是直播宇宙的终极形态出现了 带货 而这群体的主要营业人员 也从主播变成了明星 归根结底 还是希望依靠明星强大的粉丝基础 来实现对商品的带动作用 按照常理来说 明星带货本该是一件 三方共赢的好事 商家卖出了商品 观众解决了需求 明星获得了报酬 但只是理论上的效果 一旦其中一方出现了披露 翻车也就随之而来了 首先登场的是来到内地发展的香港艺人 揪魔制扮演者李国玲老师 1月9号李国玲开启了自己直播生涯的第一次带货 期间为了推销产品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是效果却始终一般 直播间也是冷冷清清 一共也才只有一千人 直播了八个小时 只卖出了几单 赚了两百块钱 大概是之前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 直播期间的李国玲眼眶红红的似乎随时都要落下泪来 甚至到了最后李国玲还表示自己可以倒贴两百元 但网友的反应依然平淡 李国玲作为老前辈也演过不少的影视作品 虽然都是配角 但他依然凭借着好演技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内地也有一些观众对他很眼熟 本以为这次借着明星光环会有不少粉丝来捧场 哪知道播了那么久什么都没有卖出息 此事被爆出后 李国玲还被媒体评价为最惨的带火明星 如果说李国玲是因为人气不足而导致带火失败 张铁灵卖字 那就实实在在的在侮辱网友的智商 著名演员张铁灵作客央视前主师赵普的直播间 接着春节将至的节点 张铁灵在直播间拿出了30张他亲笔写在红纸上的符字 每张定价1688元 是的你没看错 一个符字卖1688元 而他接下来说的话就让网友更懵了 张铁灵大言不惭的说 自己的书法作品平时都要10万元一幅 这次来直播间就当是送给大家了 不要9999不要8888 仅需1688 一个成本价一点钱也不赚 然而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认为既然你也不想赚钱 那我们也就不买了 直播结束后 后台显示只卖出了两幅 网友们表示这种字一分钱也不要 甚至还不如村口大爷写的 那么在专业人士眼中 张铁灵的字是什么水平呢 有位真正的书法大师说 张铁灵所临摹的书法可能是明白的书法家张瑞图 而张瑞图的书法比较怪异 字体充满了矛盾与动荡 至今没有哪个书法家能够很好地驾驭他的字体 而张铁灵也不顾是零了表面精髓没有掌握到 所以他的字根本不值得点评就是江湖书法 以上两位虽然都带货失败 但引起的关注度并不高 真正造成互联网狂欢的带货还要属攀嘎之交 故事的开端还要从嘎子哥谢孟伟说起 同兴出身的谢孟伟应出演小兵张嘎而被大众所熟知的 虽然演技不错 但他的演艺之路并不顺畅 成年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 于是谢孟伟就靠着同兴的老本开启了直播 真别说呀这热度也是匆匆的往上涨 而尝到直播甜头的谢孟伟 也迅速开始步向了直播的镜头带货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带货还没几天就翻车了 有大批从他直播间购买90的网友表示收到了假货 而遇到了质量问题 网友们首先找的肯定是谢孟伟 毕竟粉丝们都是看在他的面子才去买的货 当粉丝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买到的是假酒的时候 谢孟伟也哭着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他声力俱加地向粉丝道歉 还表示自己也被商家给骗了 在卖惨的同时 谢孟伟也不忘节目效果 他联系了潘长江老师在说明情况后 潘长江自对他进行了一番善意的规劝 还语重心长地说这里面的水很深 你根本握不住 谢孟伟听到老前辈这一番话可能也是大彻大悟了 十分虚心地接受了老前辈的指教 事情如果发展到这儿 那也算是一个正常结局 但谁能想到潘长江刚劝退 谢孟伟转头就开始自己直播带货了 巧的是他带的也是酒水 网友们看到潘长江的操作彻底给蒙了 感情之前那么与众心长对谢孟伟的说笑 原来是要劝退竞争对手呀 显然之前那句这里面的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后面应该跟上 输来替你把握把握 虽然网友有点懵 但是赚钱嘛不寒差 而且潘长江不愧是老艺术家 不仅第一次带货就显得十分专业 还是不是来个饥饿营销 关键是人家对产品的讲解 也十分清楚 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敬业二字 不少网友在看老艺术家 这么认真带货的份上 还是付款支持了一波 最终一场直播下来 带货金额高达1700万元 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结尾 大家可能最多也就调侃一下 但是反转来了 很多收到货的网友表示 酒的质量有问题 和以前买的都不一样 更有网友查出 潘长江贷的酒竟然是贴牌货 这消息一爆出 潘长江也就身败名利了 前段时间才刚劝别人 这行水泰山 如今自己也深陷假货泥潭 然后最经典起 戏剧性的一幕来了 网友们又齐刷刷地跑到 谢梦伟的直播间 让他去劝劝潘长江 网友的弹幕全都是 嘎子却劝劝潘子 这里面水泰山一把握不住呀 而谢梦伟则只能回忆苦笑 表示无可奈何 开热闹不嫌事二大的网友 将两人之间的这段事 写成了古文潘嘎之交 也是在互联网上 引起了很大的一波风浪 除了这些卖假货的 还有一些明星 则是开始了反向带货 就比如徐志谦 之前徐志谦直播带货 螺丝粉 现在带货为了追求真实性 一般像这种能吃的食品 都会有现场示范的 而螺丝粉虽然多少带点臭 但工作嘛 吃还是得吃的 可结果徐志谦刚闻到味道 就开始干呕 可见其臭味十足 至于到底是真的干呕 还是节目效果反向带货 这个还真不好说呀 说不定有些螺丝粉爱好者 就是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呢 之后另一次带货牙膏牙刷 徐志谦则更是直接现场刷牙 但却刷到多次干呕 连砸厂子都这么努力 商家还没把它给拉黑 可见是真爱了 因为商家给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的山街歌程小春 也不死辛劳踏上了带货的道路 但由于种种原因 最终直播带货仅卖出了5000元 原位达到商家预期的效果 还因为这事闹上了法院 最终也是落了个一地鸡毛 直播的数据是冰冷至关的 他向我们说明了一件事 有人气有粉丝 并不代表就会卖货 卖货主要还是看表达能力 销售能力 很多商家热衷于请明星网红 的确能得到很多曝光 不过这坑位费和最后的销售额之间 有多少差距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打磨不好产品又想抛头露面 难道不是把自己的缺帖弄得人尽皆知吗 很多明星带货就像是拿了同一个剧本一样 张口就是给粉丝谋福利 人家老贵老贵的产品现在贼拉便宜 中间几百万几千万的叉价自己补贴 可是网友还是没来得起 感谢他们的菩萨心肠 他们就被爆出说瞎话 也是让人看的是一愣一愣的 现在这些明星不好好做自己的工作之下 就赚快钱 所以纷纷加入直播行业 当然这也不是不能理解 但是要明白的一点是 并不是谁都适合做直播带货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赚到钱 真想要做好关键还是要把控好品质质量 不然最终被消费的就不是商品了 而是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口碑 去年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有这么一个推送 标签内容是 28岁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 目前已知晓十年 如果你好奇点点进去的话 那么一定会被总处在画面中心位置的 妆容精致笑眠如花的女孩所吸引 她叫龙京琴 是笑容明媚的高颜值 90后美女也是渡海还乡 投生回国发展的海维硕士 更是广大网友心目中最美乡村支教老师 当龙京琴发布了自己 前往偏远山区支教的视频后 瞬间就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就连人民日报官方也撰文为其点赞 然而走红之后 龙京琴却受到各种质疑 明明是在教孩子 却被质疑是在毁孩子 甚至接到了民政局开出的罚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令人尊敬的支教老师又是如何变成流量密码 留下一地鸡毛的呢 出生于1993年的龙京琴 是个地道的湖南长沙妹子 2010年龙京琴出国去读高中 并考取了美国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工作学硕士 在美留学期间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学业任务 还积极投生到了慈善事业当中 2012年龙京琴和众多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一起在纽约时代广场创立了一美元爱心基金 用实际行动帮助来自中国贫困山村的孩子们 短短青年他便轻生走入12个贫困山村 帮助了超过800名当地的孩子们 研究生毕业后龙京琴毅然放弃高薪回到祖国 成立了长沙市善淫共益助学服务中心 全生心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 连续10年前往偏远山区之校 10年间龙京琴的足迹遍布了 贵州湖南江西和陕西等地偏远山区学校 同时还组织了超过1500名志愿者 教山里的孩子们唱歌跳舞 做手工和安全教育等等 前后共有2000多名来自大山深处的孩子 受到过他们的帮助 龙京琴不光颜值高学历高 而且热爱祖国兄弟也十分闪亮 可以说浑身上下都充满闪光点 因此很快就凭借支教视频 火遍全网迎来众多网友们的关注 就连人民日报这样的官媒 也通过视频和文章的显示 在各大平台的官号上为他点赞 但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光速走红的龙京琴 在吸引无数网友关注的同时 网上也出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质疑声 首先是他留学和支教的时间线问题 龙京琴自称17岁出国 到美国留学9年 获得了名牌大学的硕士学历 同时他又坚称 已经坚持支教偏远山区 长达10年之久 然而93年出生的他 今年才29岁 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 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同时 又在中国偏远山区 给孩子们上课呢 其次便是视频中的破绽 众所周知 偏远山区的生活条件往往都比较差 借望支教的老师们 常言遭受风吹日晒雨淋 再加上新世衣山里的孩子们 根本顾不上打理自己的外表 因此大部分都是灰头土脸的 然而龙京琴的画风却截然不同 在他发布的视频中 这位最美支教女老师 永远都穿着光鲜亮丽的衣裳 保持着精致的妆容 反观围拢在他身边的孩子们 大头皮肤有黑 穿着简朴 仿佛和他是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此外 这些视频的画面质量相当高 运镜手法也相当老道 个别视频甚至动用了无人机航拍 更像是由专业团队操到的 更有网友扒出龙京琴名下 布置一家座工艺公司 另一家主营传媒策划的公司 却被他刻意忽略了 而这些质疑还只是开端 他自称十年走遍了24所 偏远山区学校 但网友们却提出了质疑 因为计算下来 龙京琴平均每年要前往2.4所学校折校 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在每所学校停留一个学期 而在龙京琴发布的所有视频里 他一直都处于画面的C位 身边的孩子们反而成了陪衬 更诡异的是 所有视频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龙京琴带着孩子们玩耍 颇有种事情做一份宣传100分的即视感 于是龙京琴走进山区 不是为了折校而是为了摆拍作秀的这一生 瞬间醒来 无奈之下 龙京琴发视频澄清了十年折校和九年留学的矛盾之处 原来他最早曾在2011年暑假回国折校 此后每年都会利用假期回国折校 2019年研究生毕业回国后 他便投身工业创业 每年都会去上里六到七次 他还用十年1500志愿者 12250节课来总结自己过去十年所做出的成绩 这番解释看似解释了知校时间方面的矛盾 但实际上却按下了葫芦 扶起了瓢 暴露出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所谓的连续知校十年 只不过是假期里找个偏远山区 陪那里的孩子们玩几天而已 有经历过山村知校的网友帮他算了一笔账 1500名志愿者上了12000节课 平均每人8节课以偏远山区的师资力量 一个老师带两三分课是常有的事 八节课最多三天就上完了 所以龙金晴这种蜻蜓点水事宜的乡村知校 也被网友们戏称为打卡式知校 而当龙金晴晒出旗下慈善机构的财务报表后 又有网友炮轰他借知校连财 拿知校和留守儿童当财富密码 报表数据显示 迎善工艺十年来总计募捐了190万元 扣除长期知校三年的总花费36万元 各类物资捐赠共34万元 剩下的100多万元都用在了所谓公益知校 旅行的义工知校活动上面 好好的公益却为他做成了生意 随后感觉自己被骗的网友们继续扔挖 果然发现更加离谱的猛料 并向明证据举报了 迎善工艺不具备募捐资质 却在非法进行募捐的行为 举报的网友还称 该机构每个月都要安排两次有偿知校活动 其中公开写着活动结束 发放证书申请国外大学课加分 那么这一有偿知校活动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图表显示 这一有偿知校活动为期五天 不算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行车时间 以及第四天的欢送会 真正给孩子们上课 其实只有两天 而且还要收取知校者 每人2000到5000元的费用 只有两天从事教学活动 基于时间都安排成了 采风或者凤凰古阵游 这下就完全坐舍了龙京情 借知校联财的事实 最终相关部门 依法对龙京情下达了警告行政处罚 并责令她挥还11845元的违法捐款 此消息一出 便迅速引爆了整个网络 龙京情苦心经营十多年的 最美乡村之教女老师 人设彻底崩塌了 事后龙京情没有一味地 否认自己犯下的错误 而是主动认错 并逐个回应了各种攻击抹黑的声音 针对自己名下公司 违法募捐的不争事实 她表示这确实是 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 也是对自身人性的一次锻炼 而对于摆拍作秀的质疑 龙京情解释到 并不是说我自己要把自己推到C位 或者说我要拍视频包装自己 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作为乡村老师的发声人 吸引和号召更多的人 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 在另一次采访中 龙京情还坦言到 美女也好 乡村也好 支教也好 她只是我想要目标的一个方式而已 打造人设也好 运营账号也好 都不是我的目标 我最终的目的是 吸引更多的人来指教 至于这些说辞是真是假 目前我们也无从指教 需要时间去做出验证 虽然她的指教行为 确实存在着各种为人诟病的地方 甚至有借指教敛财的嫌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过去十年中 龙京情却是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 送去了许多的帮助 另一方面 凭借这种独具特色的支教宣传 它确实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了那些在大山深处的孩子们 也让更多的人 亲身参与到了乡村支教的活动中来 但如此短期支教到底是必大于利 还是利大于弊 就实在不好说了 各位观众又会如何看待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 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